各位傳媒朋友 昨晚有幾位記者的朋友 在一個集會進行採訪過程的時候 是遭遇到暴力的襲擊的人 我對於這件暴力事件 是予以強烈的譴責 香港是一個尊重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的地方 而特區政府也會維護記者的天職 亦是他們採訪的自由 所以警方會嚴正跟進這件事 盡早將施責者承之於法 我在這裏也特別 對於幾位受傷的新聞的情業員 是表示慰問的 是否警方已經承責了他們的警察 我相信警方已經馬上採取行動 和您說會擴展這裏的影響 今晚的影響 您想知道這件事嗎 我不知道這個行動是代表什麼的立場 不過我只可以說 特區政府是以最大的誠意 展開和學員代表的對話 我和我的同事在10月21日 也就是懷著最大的誠意去出席這個對話 所以在對話過程裏面 和我作對話的總結的時候 我們都釋放了一個相當積極的回應 所以我希望這一點 也都得到學員的代表 那個積極的回應 因為如果要持續進行溝通 誠意是需要雙方面的 現在社會上都是期待 政府和學員的代表 能夠再有機會對話 盡快能夠走出目前這個困局 但有沒有說佔中而來的 我想警方會主要調查 但會被人覺得不太分別的事嗎 大家請喪心 我們的香港警隊 一向都是秉持公正的原則 來不偏不倚去執行 但有沒有說佔中而來的 有沒有說佔中而來的 現在的狀況 佔中了這麼多嚴重的情況 這個目前的困難局面 是令到很多市民很擔心的 所以大家都留意得到 昨天由一個團體舉辦簽名的運動 在一天裏面有超過30萬市民出來簽名 去支持 支持什麼呢 就是支持警方的執法 支持能夠快些讓路於民 和維護法治 恢復社會的秩序 特區政府的政治委任官員 對於這個行動我們都是表示支持的 所以我本人也都在網上簽了名 至於怎樣可以解決這個困局 我作為特區政府政改專責小組的召集人 或者叫做組長 我是願意盡最大的努力 做更加多的工作 來希望解破今天這個困局 但是大家都明白政改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也都不是香港自己可以單方面處理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做這件事裏面 都要有幾點是需要堅持的 第一我是要堅持維護一國兩制的這個原則 我留意到今早陳宏毅教授 也都是語重心詳地講了 他對於目前面對的情況 他認為是一國兩制實踐以來 遭遇到一個最大的危機 我覺得這個觀察是值得我們心思的 所以我們在進行政改的工作 必須要維護一國兩制 維護《基本法》這個在香港的實施 第二點我們是需要維護法治 這個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 也是民主的根本來的 所以見到有些示威的人士 對於法庭判出的臨時禁制令 都是完全漠視 我覺得對於香港法治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第三方面我們也都要維護 香港是一個穩定範圍 安全和和諧的社會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這個月的行動 都令到社會出現了一些撕裂 這個我們都是不願意的 最後當然我們作為主責任的政處 我們的決定我們的工作 都是以市民的最大福祉為衣歸容 所以往後的工作 我們會管著這幾點重要的堅持 繼續跟學永遠的代表 或者其他示威的人士 找出這條方向 一個走得到的路 給我們解決現在面對這個困難 這個我必須要看情況的發展 我們都在過去這段日子 警方也都有強調 在幾個佔領的區裏面 我們對於旺角發生的衝突是非常之擔心的 所以警方是有責任維持治安 維持社會的秩序 所以在需要的時候 就會採取適當的行動 但當然最理想的是示威的人士 能夠和平盡快撤離這些示威的態度